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会观察到2023年大家的基准目标利率值预估是在5.25% 也就是5月份应该还会有再升息一码的空间 不过来到2024年就已经降到4.25了 也就代表着大概有3码到4码的降息空间 所以基本上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 联总会并不是不降息 而是2024年才有降息的机会在 那这就形成了科技股必须要进行重新的定价 我们可以来观察 过去一段时间市场原本的构想 从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原本是预估在今年5月份 基准利率就会达到5%到5.25目标的水平 接着在9月份以及12月份 在各降息一码来到4.5%的目标基准利率 所以现在联总会的基准利率 足足比市场所预估的基准利率高了 接近有3码左右 所以市场对于科技股的重新估值调整 就有其必要 毕竟大家原本是用4.5%的目标基准利率 来定价当前的科技股 现在要用5个%啦 所以科技股相对来看 应该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了 可是这一波很有趣啊 您看到即使联总会在FONC会议纪要 释放出这样的讯息 反而股市它的恐慌程度 顶多就是反映一个晚上 原因是因为 现在并不是联总会为主导的 股票市场的情绪 反而是银行的系统性危机 我们看到在过去几周 基本上每天的行情是这样的 一下银行危机爆发 隔天银行危机 由于联总会 财政部的干预危机解除 隔天银行危机又爆发 后天联总会的危机 又再度干预 而因此而解读 所以你看从一路到 矽股银行 到美国三家的地区型银行的破产 那一直到瑞幸 一直到德意志银行 到底整条传导链为何呢 这个姑且我们下一个主题再说 但至少从联总会的不降息循环 基本上已经透露 为什么它的态度如此坚决了 就是到目前为止 这些银行的恐慌情绪 由于美国FDIC的接管 加上全球央行提供 足够多的现金流 基本上这些银行 是不会再度面临到 挤兑风险的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问题就是 只要你敢挤兑 联总会或者五大央行 它就会提供一切必要的现金流 那这也导致了 我们看到在短期内 联总会的资产负债表 似乎有一点向上的问题在 我们从图表上 其实看得很清楚 现在联总会的资产负债表 在过去的两周内 突然增加了3000亿 那我们都很清楚 联总会在整个22年 4月份开始就进入到 显著的量化紧缩立场 我们讲的QT 但是结果在去年 我们看到从9月份以来的 紧缩规模 竟然一周以内 就全部给扩张回来了 这说明什么事情 联总会的确在短期内 已经向市场提供了足够的流动性 那回过头来观察 这就隐含着一件事情 那就是联总会都已经提供 你这么多现金流了 他也不太担心银行的危机了 那我干嘛要降息呢 所以这就是联总会 今年不降息的理由 联总会始终认为 目前的银行系统性的风险 它并不是全面性的系统性风险 过去我们也跟投资品有提过 目前大部分银行所面临的问题 是现金流问题 也就是当未实现亏损 很严重的时候 市场出现挤兑现象 那本来未实现亏损 这些公债的亏损 它可能长期持有 终究会有到期回本的一天 我们讲股票嘛 不卖不算赔嘛 但这个时候如果挤兑现象发生 市场上不断地把股票 把债券给进行赎回 这个时候 它的未实现亏损 就变成了已实现亏损 所以这才是我们看到 在过去一段时间 引发这种挤兑危机的主要原因 那联总会就是在现金流这方面 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担保性 你不用因为市场挤兑 你就把债券 把亏损的股票给卖掉 我先提供你一切的现金 等到市场结性回稳之后 你时间拉长 可能债券总有一天 随着降息 价格就会回归 所以目前这套问题 到底有没有传扰到系统性风险 我个人认为并没有 现在市场就是这样 因为在2023年 半新半年中成长的一年 它总是要找一些利空来发酵 所以一下怕这个 一下怕那个 最终就变成了股市 它可能会有区域性的银行 有补洁的压力 但科技股反而在这段时间 形成了避险资产 为什么 因为科技股它没有什么 银行呆上的风险存在 它就取决于基本面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 即使联准会宣布不降息 对于科技股的打压依然有限 这就是取决于银行部门 跟联准会的紧缩力道当中 市场传达消息的不同 所以简单来说 我的利润就是 当前联准会的紧缩政策 一方面透露着系统性风险 并不会大幅的扩散 因为它已经提供足弓的现金流 第二点 市场的景气 的确在往复苏的程度来发酵 我们包括从台湾的偏埃 已经进入到50格局 这说明台湾正是从衰退期 进入到复苏格局了 那我们从央行总裁的报告当中 也看得出来 这次李监视会议 预估今年台湾第一季度 就是GDP最为差劲的时刻 接下来就看复苏的进程了 好了 那既然整体基本面有所支撑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 能不能顺势把通膨给歼灭了 为什么通膨问题这么重要 我们看图表就可以理解了 其实如果我们把 1970年代的停滞性通膨 拿来跟今年 我们看到从过去 13年以来的通膨走势来做对比 各位会发现 基本上现在的通膨 就有点类似1974年 第一轮通膨高点的滑落 但如果这个时候 又提早的放宽检收政策 很有可能就会造就 1978年以后 当时的高通膨立场 而且现在为什么说 差最后一步 我们过去跟投资朋友提过 联总会并不一定会等到 通膨回到2%才停止升息 当通膨的效果 已经盖过工资的增长水平的时候 或者讲 当工资水平超过通膨增长的时候 他就会考虑停止升息 为什么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张图表的蓝色线是通膨的年增率 红色线是新资的年增率 即将形成死亡交叉 也就是我们看到了过去两年从大幅跑赢 这个薪资水平的迹象 终于要在接下来几个月度反转了 接下来在5月份到6月份 很有可能 薪资的年增率就即将要跑赢通膨率 这个时候你赚到的钱 终于可以跑过物价了 那他也达到他的升息标准 也就可以开始考虑要停止升息 那不降息这个可以理解 毕竟他可能保持利率高位很久 才能够回到2%的目标 但是也差不多快要达到 他的最终升息目标利率了 所以我们才说 现在5月份最后一次升息完之后 市场就要提前开始反应 2024年有可能采取的降息力度 所以股票市场 依照这个规模来看的话 今年它就更类似于 半信半疑中成长的一年 就是今年还会有很多类似于 区域系银行 或者区域系各股所产生的问题 让大家戒胜恐惧 可是你会发现 大家越怀疑 慢慢的股市就慢慢的定高上去 这个是我大概的推论和构想 但是呢 再次就没这么好过了 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过 既然公债殖利率跟基质利率 都在高位进行盘选 那公债价格 它就在低位进行足底 而这个足底的时间 有可能因为不降息的时间拉得很长 它的足底时间也跟着拉得很长 而市场上 现在大家最为关注的 其实就是公债流动性的问题 因为联准会 还是会回到缩表 以及升息的进程 我们可以从图表上来观察 这样图表是美银的ICE MOVE指数 简单来讲 它有点类似于公债的恐慌指数 那现在的恐慌指数 目前已经超过2020年的水平了 简单来讲 仅次给雷曼危机 前几次像是雷曼危机 或者1997年的LTCM 亚洲金融风暴 基本上现在的流动性市场算是蛮紧张的 这也可以足以说明了 现在市场上其实相对于股市 大家更害怕 债市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 那债市的持续的价格下跌 会不会影响这个未实现属性的持续扩增 那情绪就会传导 大家就开始找 哪些银行投资的债军最多 它就可能有未实现属性的问题 那如果爆发一些挤兑现象 或者有些人开了头 先进行提款 那这个时候压力可能就会持续的放大 事实上我们从美银最近的报告 从图表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大家最为关注的 已经并不是通膨维持在高档 而是现代风险 不过风险轮流斩 这个大家本来就会担心不同的资产情况 我反倒会认为 现在我们唯一先第一个关注的是 属于第一共和银行 因为它处于破产边缘 而FDIC已经提供了 一切必要的现金流问题 以及联准会 所以区域型银行 是我们在美国未来 接下来观察的几个要点 毕竟美国区域型银行 占整体放贷的权重比例 算是蛮大的 远远比台湾这种金融业 富邦国泰霸权的情况 更加明显一点点 我们看一下图表 各位就可以理解了 基本上目前美国中小型银行 占整体美国商业和工业贷款的 比例高达五成 住宅房地产贷款是六成 商用不断产是八成 消费贷款则来到四成五 这就说明一件事情 美国目前中小型银行 有没有这种骨牌效应的传导 是很重要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从瑞幸到德银 都已经不是属于现金流的问题 都是属于资产减损的 恐慌情绪传导 瑞幸其实并不是因为 公布了某项财务讯息 而导致市场的资金的移转 而来自于中东的投资人 停止住资 甚至只是停止住资 还不是撤资呢 那德银的部分 是由于AT1债券 在瑞幸的减损之后 市场担心会不会得盈到 AT1债券跟着减损 他就是也没释放什么具体讯息 所以情绪的恐慌 接下来才是真正观察的重点 那简而言之 我反倒认为 一旦升息停止之后 各位才要考虑到 有可能系统性风险的担忧 反倒升息路径持续的上升 或者没有降息的空间 那基本上市场都是表现好的 过去很多人说 连总会什么时候停止升息 通膨达标就停止升息 其实按照过去50年的经验 连总会很少遇到通膨很高 或者说通膨达标而停止升息 大部分都是信贷风险发生 才会停止升息 路表上各位可以观察到 在过去几次 像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 当时1819年的美洲贸易战 或者2007年的次贷风道 2000年的打抗泡沫 97年亚洲金融风暴 94年墨西哥皮索危机 1987年黑色星期五 到1982年的拉丁美洲债务危机 为什么当时基准利率都在高点呢 这是说明基本上都是发生 这些信贷风险之后 连总会就停止升息了 所以观众朋友 停止升息往往按时的 基本上系统性风险即将发生 所以他只要不停止升息 或者说他只要持续地保持 在一个升息氛围当中 或者保持在高利率 那经济就是没事嘛 所以各位才可以理解到 对于在电市场 大家的确在低档盘旋的日子 会拉得更长 因为它毕竟公债殖利率 跟公债价格联动嘛 我们讲反向同步联动 所以基本上只有降息的一天 债券价格才可以大涨 但是各位也可以在这个时间点 做好股债配置 如果未来呢 在今年股市真的在复苏期 那么由于现在不降息嘛 那可能股票市场 可以带给你不错的表现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分批来布局公债 那如果系统性风险真的发生了 那公债价格随之大涨 股票价格大跌 这个时候你购买的公债 它就可以达到保本性的作用嘛 对不对 你的资产波动度 就可以因此而下滑 所以不管如何 今年都是股债投资非常好的一年 值得大家来多做一些留意和关注了 我们也从联整会 这一次不降息的事实来看待 到底市场是如何观察当前的迹象 你会发现市场的情绪传导链 在复苏期 总是会不断的怀疑自己 怀疑中成长嘛 但是呢 随着我们看到 景气的复苏 加上联整会不降息的宣誓 基本上 整条2023年的路径 已经算是蛮清晰了 提供给投资朋友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要订阅我们频道 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 财经号角 再相见 拜拜